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YouTube频道 我是Yin 今天天气挺不错的 今天大家看另外一个房子 是我前段时间刚买的一个房子 就是后面这个 我们还是先看外面 然后再看里面 好,走吧 我们还是先看一下外面 其实这个小区 其实还算不错 房子都是这种比较老的小区 可能房子都是六七十年代的这种平房 但是门口这条路稍微有点大 双黄线的路 这个稍微不太好 然后这个房子本身还可以 至少外面看起来还可以 屋顶是那种 是那种应该叫torch down的屋顶 大家可以不让他们看清楚 就是那种有点像油毡一样的 这个可能需要换掉 然后gutter也是built in 但这个gutter在我见过的built in里面 这个状况还是算ok的 这个我刚才看了一下 旁边的板子什么的 没有什么太糟糕了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下头 你看它这个木板都还是 状态还是可以 说明它这个gutter还ok siding呢 这一面 这面我估计应该是朝 这是朝东还是朝西啊 这个面 这个地方你看很多油漆就剥落了 这个地方 因为它这个siding是木头的 所以 所以把旧的油漆铲掉了 重新刷一些漆 应该就可以了 窗户基本上还是比较新的 是这种铝合金的床 我看状况什么的也都还可以 院子也还算比较平吧 这跟邻居之间没有fence 不过也无所谓了 这面墙也是很多油漆都剥落了 算是一个小问题吧 但是反正我们整体 也是要整体刷油漆的 就无所谓了 这是一个单车库的grudge 这边是正门 我们还是先去后院看一下 后院看一下 然后再去看里面 其实后院还算蛮大的 后面这有一棵挺大的树 就不知道是个什么树 可能是个果树吧 长得有一点过于茂盛了 好久没有 简直你看都已经长到这个屋顶上了 这个树我们肯定是要把它修一修的 然后这有一个gas meter 就说明这个房子是有gas的 这房子挺有意思的 是 其实我们差不多一个月之前就已经close了 但是我这是第二次来了 里面我是第一次进去 因为这个房子之前是一个出租房 然后前屋主就 可能是摁这个房子摁了十多年 然后现在终于决定要卖了 然后之前住在这里的租客 也在这里住了十几年了 我第一次过来的时候 跟屋主的女儿聊天 可能十五六岁了 她说她就是在这生的 所以他们住了很久 然后他们最早是Section 8 然后这两年又可能是工作经济状况有改善了 就不是Section 8了 就是这种就正常的租客了 然后 之前因为可能有疫情的原因 他们就不是太配合 所以我也没有看到里面 只是看了一下外面 然后在这个门口稍微看了一下 但觉得还OK吧 就做了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估计之后 就决定要了要这个房子了 看这很大很大 外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一个deck 有一些木头坏掉了 我们可能把这个木头还有这个护栏 护栏有一些比较 比较松动 看下车都能晃了 护栏要重新做一下 刷一下油漆 应该也就可以的 对继续回来说这租客 我其实开始有点担心他们会不走 因为现在疫情期间 很多人就一借着这个疫情的原因 就不愿意搬家 你现在作为房东的来讲 你也没有办法做Eviction 对吧 我还有点担心 但是后来就跟他们发了信 然后打了电话之后 聊了两次就还可以 他们还挺配合的 就是差不多就住了一个月 然后就搬走了 住着一个月还交了房租 所以还是挺好的 但是我第一次进来去看这房子 就是这房子还是有点糟糕的 先看一下这个天花板上面 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脏的东西 然后这个地方 听的地方是瓷砖 这边是低毯 就挺糟糕的 不过还OK吧 反正我们也是要 地板上面肯定是要重新做的 瓷砖可能就要都敲掉了 所以重新做 这是厨房 厨房的状况也是蛮糟糕的 基本上重新做 这边算是一个洗衣房的位置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半个卫生间 就很简单 就是一个马桶加上一个洗手台 然后这边是那个车库 车库的墙 不知道为什么搞的这么糟糕 我们可能要重新 或者把它拆掉 或者是重新补一下 这个确实挺糟糕的 这边很有意思 这个东西其实我不太知道是什么 第一次见 我想可能是之前取暖的东西吧 上面还有一个好像是水箱一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他说我找专门的人来看一下 应该是没有用了 这个看起来很老旧了 然后都是生锈了什么的 我们就把它拆掉了 这个地方空出来之后 还可以再做就是储藏了什么的 这边是电箱和热水器 电箱还是这个应该是比较新的 挺大的一个电箱 这个我们不用担心了 然后这个热水器看起来应该有年头了 这个我们要换掉 而且它没有Earthquake Strap跟Expension Tank 我们换新的之后会加上 然后这边其实这是电表 电表 然后和外面接到街上的电路 其实这个地方大家看一下就可以看到 左边那个位置应该是一个老的表 电箱做了upgrade 之前就没有把老表拆掉 可能是担心这个屋顶有个洞什么的 因为我们这回要很可能换屋顶 所以就把那个老表就就会把它拆掉 这样看起来也会好看一些 好看一些 这个房子是4间卧室 但是只有一个半卫生间 对稍微少了一点 但是因为这个地方的房价也不是太贵 可能能到40万左右 这个房子就修好了之后 所以我可能也不会再单独加个卫生间 就一个卫生间 厨房这个地方 我现在在想是 应该会把这个隔断墙给它打开 就整个就open一点 厨房跟这个饭厅还有客厅都是通的 这边是一个 这应该是主卧吧 这是应该是最大的卧室 很明亮 很大的窗 它这个房子的取暖 居然都是baseboard heating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看一下 因为有气在这 我想接一个气的furnace 放在 但可能得放cross space里面 或者放在车库里面 我再找人看一下 看能不能做 能做的话应该是还 还挺好的 这里面的东西就都挺 就都挺旧的 表面东西我们肯定都换了 地板油漆 门 窗有一些不用换 窗箱 这就是都是铝黑金窗 不是太破的话 我们就不换了 这边这个橱柜什么的也是看着比较老 这个淋浴它应该是之前做过的 但是 这也是 状况不太好了 我们应该重新换一个 再看一下淋浴的浑水房 还是那种冷热分开的 现在新一点都是一体的 拆了之后 里面浑水房应该重新换 这是另外一间稍微小一点的卧室 我是像这个衣橱还挺有意思 下面还有抽屉 我们可能就把抽屉什么都拆掉了 就做那种正常的那种 双开的门 就Bifold那种门 做衣橱就好了 这是第三间卧室 就这样几间卧室的状况都差不多 都是这种很老实的衣橱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房子 这房子的窗比较高 我看了一下邻居这附近 这些房子的窗都很高 就是窗沿下面 因为这个窗沿 现在的扣子要求 卧室的窗下沿不能高于地面的44寸 就是保证人可以有危险情况下 可以从窗户逃生 这是扣子规定 但是我们这个情况 因为涉及到好几个窗 而且窗都比较新 可能就不换了 因为这种情况 房子比较老 就相当于grandfather in 我们不需要 不是一定要满足到现在的病人扣的 这房子大概就是这样 反正 反正现在时间也比较充裕 因为现在是到冬天了 冬天了 我们也不打算冬天上市 所以要做到明年开春的时候 做到明年开春的时候 再卖这个房子 所以时间比较充裕 慢慢弄 这个也不着急 反正就是整体里面整体烦心 油漆 门窗 地板 这刚才说了 窗不一定全换 但窗框需要重新做 就是窗框里面的边 然后厨房 卫生间 这些东西 其他的都还好 这个大概就跟大家说到这儿吧 然后我们下次再见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有这个项目有更新的时候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看到 拜拜